这符合我们的范围吗 不行不行 这可不行 朋友们 我应该是应聘成功了 还记得我上次去洗衣中心洗澡 顺便应聘我弹琴的那个男经理 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今天去聊一下新细待遇 咱一块去看看 争取明天就上班 曹总好 这是咱们又见面了 哎呀 这终于来了啊 哎 你这工作待遇是怎么回事的 弹工资的话 那咱就到钢琴旁边弹 你有感觉 好 没问题 咱家这个工资待遇怎么结算呢 以前都是看150 150 那我好歹也是哈手了毕业 咱在音韵世家 一天得弹多少个球 咱们不得20个翻手吧 我先弹一个150的球 你先看看怎么样 上次也不是这水平 上回那个不贵 那其实150的也行 现在不都流行自清春 讲童年的回忆吗 那不行 不行 来个好点来 300 这是啥呀 这符合我们的氛围吗 不行不行 这可不行 没听说我一句话吗 你烙越大鱼越贵 你价钱给的高 那你弹的水肯定会越来越好 来个500呗 你的水平啊 一天500 不多 回去等通知吧 那行 那我明天等你电话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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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